而在端午节即将来到 内政部长徐国勇 21号也来到台东 参加移民署办理的 新移民五彩神庆端午活动 与新著名妇女共同制作了 越南传统的五彩神 并且祈福台湾能够拥保安康 并在现场品尝起各国的特色种子 而对于媒体提问监察院的人事案 他这不愿多说 老花也没办法 内政部长徐国勇 在新著名妇女的指导下 体验绑结五彩神 步骤手法看似简单好伤手 但就是这老花眼的镜头 让部长吃足苦头 端午节前夕 内政部长徐国勇来到台东 参加移民署举办的 新移民五彩神庆端午活动 与新著名朋友共同制作 象征祈福驱赶疫病的 越南传统五彩神 为台湾祈福 也让在台的新著名 感受节庆氛围 这给晚辈带 这代表的是 洗手的平安健康 在门口会绑那个艾草 然后还有包 每一家家家户户都有包漏众 可是我们越南就不一定 不是每一家都要包 一桌子摆满各国特色众 叫人口水直流 让部长徐国勇 也忍不住大口品尝了起来 不过就当媒体 追问到监察院人事案时 本来滔滔不嘴的部长突然晋升 或许是怕严多必失许 郭勇对于敏感话题 避而不答 把焦点全放在端午活动 为台祈福 不愿让此事在先争议 这里是杀杀会台东市报道 而且是杀杀会台东市报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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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